字架兄弟頻道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字架兄弟頻道 我的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頻道主要就是講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些特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那麼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又帶大家回到中山神灣這一邊 港珠澳大橋專車直達的遠洋繁花里 當然之前也提過 它除了有港珠澳大橋的專車直達之外 另外一個賣點就是你可以用港幣給樓價 正確來說是港幣結匯的方式 透過銀行把錢給到發展商的戶口 並且變成人民幣 這個付款途徑也適合很多港人 覺得如果在轉錢方面 它是搞不定的有麻煩的 能夠透過這個港幣結匯的方式去支付樓款 肯定是最理想的 當然除了這兩個最大的最新的賣點之外 本身這個項目裡面的樓距 圓林 以至到部分的一些單位 特別是高層單位 能夠看到整個別墅社區 一個這麼開揚的景色 其實都是吸引的事情 現時這個項目 其實它已經規劃了商業街等等的部分 不過由於現時整個項目的入貨率 就是一般般 未去到真的很多人居住 所以它的商業街暫時就未承認 但是發展商能夠兌現它的承諾 是有專車直達這個樓盤 其實已經對之前買了的業主 是有一個承擔在這裏 好了 我們現在簡單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跟Jerry進去 了解一下這次我們極力推介的一款戶型 就是發展商終於再有79平方米 所以這一款的戶型推出來是兩房的單位 亦都可以說是把總格拉回五十幾萬的 一款王牌的戶型 前一頓屆 我们再回来樊花里这边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樊花里目前在琢磨的情况 还有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琢磨部这边 刚才的话你是由外沙大道这边进来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板杖山 然后我们整个楼盘你看到 占地比较大560畝 总共我们五期去开发的 总共是8000户左右的 我们第一期的话就是别墅和洋房这边已经卖完了 这边已经全部受兴 第二期的话就是我们靠近我们配套区的高层洋房 这边都已经卖完了 现在我们卖的话就是我们缸联组团 11栋的总共有 接着都是高层洋房来的 后期的话第四第五期那边都是高层洋房 就是别墅就是第一期才有的 我们现在这期的缸联组团 总共是由11栋的高层洋房组成 1433套 现在我们主要在售的话 就是52和53这两栋的 接着的话它们两栋楼的一个户型的话 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镜像户型 2楼到34楼的 总层高34层 接着是两栋四户的 有四个单位是不同面积的 例如我们01户型的话 52栋的01是119方的 四房两厅两围 南不对楼的 接着的话如果02的话 就是107方的 都是南不对楼的 三房两厅两围 03这边就是细积的 89方 三房两厅一个卫生间的 04这边的话就是100平方的 它是三房两厅两个卫生间的 所以现在53栋是一个镜面的 户型跟52栋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在主推的话 就是53栋 因为53栋是最新加推的 52栋的话可能货量也不会很多 我想再请教53栋 我们都是精装交流的 我们是10楼以下无披 10楼以上是大装修的 10楼以下无披是什么价钱 如果无披的话大概是7500元左右 7500元左右 如果带装修的话大概是8800元左右 OK 加楼时间是 我们加楼时间是今年年底 23年12月31号 23年12月31号 OK 这个就是53栋 其实收拾有消息是否有一些 小的单位马上就会加推 我们加推的马上加推是两房的面积 然后是7栋的03单位这边 7栋的03单位这边 加推一条腿 它是向东栏的 向内缘和东栏的 然后它总层高是2楼到33楼的 这一栋7栋 我们就是加推79栋的两房 OK 这个7栋的话 0102的面积段是怎么样 0102 示范单位就是7栋是吗 是的 示范单位是7栋 0102都是107栋的 107栋跟我们现在在售52 53栋都是一样的 然后04单位的话就是89栋 跟我们现在在售89栋都是一样的 OK 03栋是79栋 是 未知道什么价钱是吗 价钱暂时未出 我们今个星期六会加推的 都是精装收交楼 是 精装收交楼 OK 交楼时间是 7栋交楼时间还未出 到时候我们都会升约6栋才会公布 OK 具体我们到时候再说 管理费方面会是怎么样 管理费是2.8栋 都是我们软药物业管理的 一样的 OK 好 物体上都清楚了 谢谢 现在我身处的位置就是 樊花里区的来源 大家可以看到相当靓仔的 真的做得好企丽 来源这一方面 而且楼间区和开阳程度方面 都相当令人感觉到舒服 在这些绿花 跑步路径 站起来的 这些安防系统的 相当之到位 现在可以留意到 已经有人在这里住 特别像那边那些 那边那些 前面多一点 在这里有个转盘船处 上边的 有人在浪衫 有人居住的 整个小区的一个环境 感觉是 会比较清幽舒服 这里是其中一个门口 这边就是那些碟碎的 整个屋院的密度不高 在内地叫做一个 融积率 融积率 融积率是 相当相当之低的 什么叫做融积率呢 这样说 整个屋院所能够在受的 总的建筑面積 随于我们的一个 占地面積 这个就是融积率 大家可以理解 地面的面積 就是当杯的面積 托的面積不变的时候 你弄个蛋糕 越高的话 融积率就越高 蛋糕相看来说 越体的话 融积率就越低 而这个 融积率 因为有碟碎的存在 所以整体 非常非常舒服 融积率越低 代表 小区的环境 越接近 别墅的用力 就会比 越开溶越多风格 更加舒服 这里是存在别墅的原因 而且占地也足够大 所以说 整个繁花里的感官 非常舒服 无论你走到外面 又或者 通过航拍镜头 去看到周边 整个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静静感受一下 这个小区的环境 趁着这个开关的日子 你又会不会上湾区这一边 看靓楼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 看楼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里 看楼和买楼 想自家兄弟帮你研究 一样可以找我们 还会和你分析楼盘优缺点 看看是否设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湾区置业 更可向额外汇振 还有无常售后服务 跟到尾 快点来我们展销厅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湾区售算自家兄弟 第一只79平方的两房户型 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户型图 这个就是动静分离的设计 厅的开间去了三米半 进入门口 这个降格门和三合一的智能锁 都会是我们的交收标准 大家留意 三合一就主要有我们的 密码 指纹 和 鎖匙三合一 再者镜头左边的这个鞋柜 是没有的 虽然我们自己的后期 可以配置 但是它所预留的空间 亦都相当足够 这个凹位 非常之深 再来回来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介绍到 刚才三米半的客厅 和我们的饭厅 说回客饭厅的一个 硬装交收标准 会是怎样 地面的这一只砖 首先是一个 交收标准 而场面的话是用了一只鱼胶漆的 白色的鱼胶漆 其他用的所见到的家具电器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后期 可以配置 我们再来看到 在餐厅的后面 就是我们的厨房 进来厨房 厨房所见到的 有些 厨柜各方面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而电器方面 它是两件鞋 加收标准 不是三件鞋 这两件鞋 首先就 插榴烟机 和这个 灶头 都会有的 其他就需要我自己 去配置 例如说 烧楼碗 和 煮柜 要自己去做 OK 而且热水炉 也是要自己做 是放在这个位置 预留的热水炉位置 再出来 餐厅这里 就放了一只 四人的餐桌 和四张餐桌 这个是示范单位 其实个人觉得 如果再拉出 一点 二三米半的一个开间 或一张六人餐桌 都是相当足够的 再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的位置 客厅的位置 这个整个客厅 这个位置就是 预留一个 雪柜位 雪柜位 好像我们很多 这样的 楼盆屋 交开楼之后 很多都是 预留了下面 一个坐地式的冷气 预留了 给我们将来自己 装 这些冷气 好像隔离品牌 所谓 三匹的可能 都达到 7000多元 不许 这个相当 可以在网上 找到相应的 对应 再来 露台 这里 示范单位 做了三线门的设计 现在我们的露台是在三楼的高度 三楼的高度 整个屋苑 从这里看到 都相当开弱 好 回到里面 我们再去 我们休息区 看看 这里有一个 过渡的走廊 走廊下面 是有一个 小小的小夜灯 这个就 这么认识 先来看看 这间房间 这间房间是我们刚才客厅的后面 房间的交收标准就是 余家七百墙 和木地板 其他这些 展示的傢俬电器 都没有 要我后期 自己去做一下 这里 玻璃 玻璃窗 可以 看回小区圆景 示范单位 在这边 还有 窗台这里 也是 整理了 近乎全落地 玻璃 就没有窗台的设计 再在内拢 参照 放一张 米5床 两个床头柜 还有很阔的位置 其实我个人建议 如果是放一张大床 米8闊的大床 都是有 非常充足的位置 衣柜就坐在这里 我们后期可以自己 去做顶仔衣柜也可以 或者是 市面上 同等尺寸 放在这里 都卓卓有余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房 再在旁边另外一间 就是一间小房 这间小房 做双人房 我觉得都是足够的 都是足够的 这张是单人床 如果放了米5的双人床 贴在墙边 再在那边 放在床头柜和衣柜 还有很阔的位置 大家也有留意 这里的 所有的露台 和房间 同一个向头 同一个向头 这一点来说 在户人设计上 都是相当独具象深 最后就是我们 来看看卫生间的位置 卫生间 卫生间 不是传统以上的 两房那种干湿分离 它是 这个洗手盆厄镜柜 和如此 洗澡的地方 全是一体化的 一体化的 整体的交收标准 除了能移动的 沙宝衣服之外 其他 都会是有的 再兼且我们留意 现在我身处的 这个洗澡位 在转身来说 是非常之 足够的 这一只就是 79平方的 两房模型 整体的感觉 每间房间 都有一定的空间 是相当之OK的 虽然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这个画面 但也不厌其烦 因为 预计了 有一些观众 可能这次才第一次看我们这个 软阳繁花里的影片 那辆专车 就是这样的 是大巴 里面也是坐得舒适的 因为我们的同事 是想过去看过的 另外 这个项目 刚才提到的 一些配套 包括社区文化中心 商业中心 幼儿园 或者是一个 中小学等等 现时 都已经是 陆续续建成了 当然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业主门关心的 商业中心 也就是商业街 将来 你满足生活配套的所有 店铺 就会在那个位置 希望它尽快能够完成到这个配套 在招租方面 找到商户进驻 无论你吃东西 买东西 将来你也是非常方便 好了 这个项目 其实也自己做了很多的配套 满足业主的需求 现时最近的两大配套 就是 专车 由港珠澳大桥过来 和 客户可以用港币 结匯的方式 去支付楼款 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你来说 是否吸引 若然真的有兴趣了解多些 欢迎联络我们 拿多些资料 又或者想直接去到现场 去看真点的话 亦都可以透过我们安排 那今集的内容 就来到这里了 有什么意见发表 或者有疑问 欢迎留言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大湾区自住 投资哪里好 找自家兄弟帮手 无论是市场热化 热卖靓盘 独家折扣 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你 自家大湾区 VIP 看楼安排 专车接送 为你服务 快点来我们展销厅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湾区首算自家兄弟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 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 按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